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非莫级接触传染,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出入医疗院所时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眼睛、鼻子、嘴巴 保护自己,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报 我想这个行情,今天台湾全世界最强第一名 当然台积电又大涨 今天几乎指数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贡献的 当然台积电也不会每天大涨 所以明天可能又要换别的 台积电休息的话 我相信就更多的小资的股票会纷纷的出笼 台积电当然有时候总是难免会大涨 对不对,那就带动指数 所以台积电贡献的指数 就是今天又来万三 也再一次的台湾也是之光 登上了这个全世界的No.1 反观大陆 所以不管中共飞弹怎么射 飞机怎么来 这个没办法 这个有时候就是完全不受干扰 而且这个更会涨 所以你看看全世界 现在台湾说真的对于大陆的这些文攻武嚇 已经不只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紧张 甚至还会变得更强 那这就是台湾就是已经蜕变了 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以前如果阿共稍微说两句话 稍微有一点 大家这个台湾的股票就受到影响 现在不止没受到影响 还变成他们这个对我们文攻武嚇 反而他们变得 他们这个大陆深圳上还变得更弱 反而我们变得更强 全世界我再看看 大概日本当然好像也不是很行 然后全世界看看大概 台湾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股票 撑得上第一名 当然这个美国就看 美国说真的 你说他涨很多 也是特斯拉涨很多 美国的台积电AD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整个全世界 台湾这个 这个我们不能说小英很棒 对不对 我们也不要谈政治 的确是这样子 变得第一名 我们看在这边 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呢 陈老师还是跟大家讲 会起的就会起 这个什么远展东硕四星KY 再一倍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四星KY 四星KY 那一样的像这个 力旺也很强 力旺 这个我相信都讲很久 力旺 力拔商 今天也这个涨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在问说 陈老师 你在最近的行情里面 你怎么看这个行情 我陈老师又跟大家讲 股票你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是要买最强 就是要买最强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讲 远展四星KY 东硕再下来还是要买 所以你看看今天 对不对 这力旺 这就不要讲 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 大学光 大学光 都很好 所以今年我认为行情很好 认为行情很好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只是说你现在你要 很多人在买股票 今年就有特性 两股招比 就是卖来卖去 卖来卖去 涨上来又哔哩巴拉 又在乱嘴 所以你今年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些现象 你不要小看 像创意 维新 这些搞不好 又上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大家轮流上 轮流整理 轮流整理 再轮流上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人 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到底我要怎么买 当然会跌的 他以后也会涨 问题是现在你要看到 有很多更强 所以我昨天我在节目上面 我就跟大家谈 不管怎么震荡 你一定要注意 远展动作 是新级歪 这三股股票 我跟你说 又一倍就是又一倍 今天我没消息 我也会跟你说又一倍 我昨天有跟你讲 很清楚嘛 对不对 像这个力望 这一定要注意 这一定要注意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像这个 我不是讲过吗 这也要注意 中国第一尖 中国第一尖 我跟你讲要注意 你就注意 我叫他三个乱 三个乱 你后面就不知道 要怎么买 当然除了这些标的之外 除了这些标的之外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过 很多东西 你都是要注意的 都要注意的 那我个人认为 陈老师今天个人认为 有两支股票 给大家做参考 我认为应该还不错 我们就参考 一家易龙 一家松翰 那这两支股票 我个人认为 会成为四星KY跟力望 下一支的四星KY跟力望 我们当参考就好 下一支的四星KY跟 这一支是力望 你慢慢看吧 我们慢慢看 慢慢看好不好 我个人认为 这两支应该有机会 成为下一支的四星KY跟力望 我当时在说四星KY 力望的时候 很低啊 很低你知道 没有人要买 虽然涨了一段了 但是还是很低 所以你看看今天像这个 今天四星KY 这个力望 这涨停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下一支的 我说陈老师 你觉得下一支的四星KY跟力望 谁有机会 我认为这两支股票的条件 可有机会的 这两支股票 易龙跟松翰 这两支我认为有机会 成为下一支的力望 跟下一支的四星KY 我们来当做参考就好了 参考 那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就是 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去了解在 气在哪 事在哪 人在哪 钱在哪 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他往往忽略掉什么 像你看你昨天把它卖掉 对不对 你昨天把它卖掉 你昨天卖掉就不对了 他昨天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他今天为什么能涨停 你昨天也是把它卖掉 他昨天也开高走低 那今天为什么能涨停 所以我昨天我在陈老师在节目上面 我就跟你讲 这拉回来要买 昨天相对这两支比较强 但是这一支就比较弱 那当然今天又变成这两支比较弱 他相对比较强 那明天会不会又换成这两支比较强 他又变成比较弱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你不能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看昨天我不是跟你讲的时候 我说这两支 这两支昨天比较强吗 比较强吗 他比较弱吗 那今天你就看他变成他比较强 那他们这两支相对比较弱 但是有没有可能明天又变成他比较强 但是他们怎么样 会越垫越高越垫越高 这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会再一倍 那你今天你做股票一样的道理 我才好是跟你讲说 有些标的你在最近你要注意 那另外就什么 联电台积电 就是联电台积电 你只要是联电台积电有拉回来的话 你比较保守的就是这两支 那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我也跟你讲 不是说像长龙这种不能买 对不对 大户不爱做这种东西 因为因为大户 我知道有说过大户 他选择一个大力光 他选择一个四星KY 还是选择一个玉金光 还是说像这个星象 我不是昨天跟你讲吗 星象这今年都绝对会上一千的 所以大户他们这种星象拉回来 大力光拉回来 还是什么 他随便买他也赚 联发科对不对 那今天大户他怎么会去买长龙 他怎么会去买这种十几块的股票 不是说我说任何十几块的不好 是说大户他有他的人格特质 你知道吗 大户他在买股票 今天最无论我也是要老师来施宾士奇的 对吗 你今天说买10台Toyota来开哪有可能 这种感觉的问题 所以不是说今天小资的股票 怎么最近大家都在炒华航 在炒长龙十几块的 还是炒那些低价的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认为 大户要买也是要买 也要买像大奔 大户要买也是要买老师来施宾利 因为你大户他现在很好 他几千万在做 他怎么可能给你做十几块的长龙 跟发行 他就说你聚集多好 怎么可能 不然他四星KY你看看 像他昨天讲的难听一点 像大户这种你看他随便一买 少说一百张嘛 对不对 一百张他多好冲啊 大户啊 大户啊 你看看对不对 你看像这个都是五百块的 对随便四百多块 四百多块买个小说买个 一百张对不对 冲一下 他去做长龙是要怎么做 所以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一定要注意这些现象 很多人都没有在注意这个观念 所以说我就跟你讲 今天这两只股票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是易龙一个是松翰 我个人认为这两只股票 介入跟目标价 这两个给大家 今天给大家 非常重要 我这个目标价会到哪里 我今天跟你谈到 他会是四星KY跟立望 就代表这目标价 应该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一倍都有机会 以上 我们慢慢看 我们慢慢看 慢慢看 我跟你讲 我以前跟你讲这个的时候 这不要说涨一倍的 这少说涨四倍的好不好 你也不觉得啊 当时在涨到一百块的时候 你也觉得贵啊 现在都五百了 我这样跟你讲啊 一样的道理啊 你慢慢看啊 现在就一百了 现在差不多也一百了 对吧 现在差不多一百以下 一百以下 对不对 一百左右 对不对 可能你很难讲 以前我在讲 你也不相信一百现在到五百 你看我这以前讲的时候一百 现在到五百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陈老师还没有立望 陈老师还没有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叫什么 四星KY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两只股票 我们以后我们来印证 我们来印证好不好 有一天啊 半年后 半年后 半年后我们来印证一下 所以股票 我今天跟你讲 你一定要注意到 一些美美咖咖咖 今天这个行情 我就跟你讲 台湾流是第一名 像那个原斩原钢 那个拉回来 你都要注意到 那个上围永贯 那个拉回来都要注意 我跟你讲 你就是要注意就对 四季刚 我跟你讲 今天长完了台积电 明天我讲 你小心又长永贯 上围四季刚 为什么 你就记住小英这两个字 好不好 他爱什么 小英爱什么 你就要去买什么 好不好 小英就是爱台积电 小英就是爱永贯上尾 刺激钢 你要把这个牢牢 记在脑子里 对不对 那你至于说 你电子股 其他的你很好做 立望 大学光 这一定要有的 四星KY 这个拉回来 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今天我就跟你讲 这个拉回来 不叫你追高 你拉回来是可以买 翼龙跟松翰 只要拉回来 你只要把这个组合 把它组合上了 就够了 但是你只要拉回来 就买就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陈老师我现在的股票组合 要怎么组合 很简单啊 台积联电 拉回来就是可以买 两支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 立望 四星KY 远展东硕 这又是一个组合 立望 四星KY 那另外呢 你再多加一个 翼龙跟松翰 对不对 每个买一张十支股票 凶凶凶 也不用找 上面投顾老师 要不要我写下来 有时候陈老师 我没什么钱 我才100 就更买一张嘛 就十张嘛 你不要我写下来 不用写了吧 你就拉回来就买这些 小英就给你保证了 对不对 连电台积电 拉回来 对不对 永贯上尾拉回来 对不对 四季刚 这样五支啊 这义龙松翰 两支 对不对 还加一个四星KY 不要买太多 远展好了 两支 十支 一支买一张就好了 也没100万 对不对 你不是穿人有钱人啊 这个组合就很赞了 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我陈老师我也不想 那今年就是很有行情 你就跟着做就好 有的人说 陈老师我也想要买一点加登啊 我还是我想要买一点建策 不要想那么多啦 我跟你讲啦 有的哦 有的就是很容易涨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大户他当然喜欢玩这种 为什么 贵嘛 对不对 大户今天买的房子要买豪宅 大户今天买的车子要买豪车 都是要千万以上的 没有一千万以上的 对不对 他也没什么要开啊 对不对 你最后你冰室 S500又没什么要开的 不要买 对不对 六五零的最后也要开那种的 你怕你叫他一个大老师说 说买长龙 还是要花十几块 我感觉是不想算啦 对不对 所以你开那个 你要是开S500的 你少说股票要买个500块的嘛 你看这个都已经上午了 莱拉金点 这个都上500块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在开那个老师来师的 当然买大力光啦 买大力光 对不对 买那个翔硕啦 我真的跟你讲的是真的啦 很多都是千元级的 对不对 金什么 不要讲 不要再爆牌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不好 注意 那今天这份资料给大家好不好 今天这份资料 另外呢 今天这份资料我也有给大家 这个 这个涨到哪里很重要 你在这边 我就跟你讲 目标价你就看就好了 你这个你现在买 回来 但是他最终到这边的时候 你要稍微的 你不要管说 这个上去是五成到一倍 我就跟你保证 那到目标价看一下 这到目标价看一下 另外陈老师 今天这支股票给大家当参考 好不好 这支股票 叫做安心 安心奔驰 我们有一支股票叫日池 日池 来看一下这边 最近有没有一支股票叫日池 有没有一支股票叫日池 日日奔驰 这支股票叫做安心奔驰 三五双驰 三五双双 好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应该有机会了 有时候听说 但是听说有时候不一定 不一定 那你就听听看 好不好 最近有一支股票叫日池 那日池这支股票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股 你就记住安心奔驰 那为什么 因为日池已经涨了一段 日池这个小支股票涨了一段 那最重要它是六到七亿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股票呢 因为台积电它今天涨 它不会每天涨 可能台积电明天就不会涨那么多了 可能今天明天大盘就不会涨那么多了 所以台积电明天涨 大盘明天涨 可能大支的明天就比较不见得会涨那么多了 台积电会每天涨吗 不会每天涨吧 台积电不是每天涨的话 那明天大盘也不见得会每天涨的话 那台积电如果没有涨那么多的时候 这个好像奔驰 我怎么记得 这个日池呢 这支股票也涨 我之前跟你讲啊 日日飞驰 这国票我去很多 涨很多了 那这支股票今天给大家多个参考 因为最重要它是中低价 所以当台积电没有涨的时候 中低价的 我们要稍微的多注意一下 那今天总共有三份资料要送给大家 这是一份资料 另外这是两份资料 那这个重要吗 非常重要 介入跟目标 重要是你要会买 我这样说你知道的意思吗 你要会买 你也要会卖 那另外这两支股票 介入目标 好不好 这支你看就好了 你不要乱买 看就好 好不好 看就好 我跟你讲的一定是 我跟你讲的一定是这个 你不用再想 一定业绩大爆 下一季 我跟你讲的一定是 下一季业绩会大爆的 下一季业绩不会大爆的 我就不会跟你讲 那也一定在底部 下一季 那你现在你要有个大的波段 当然 就要找这种 那像这种的呢 法人很爱买 每天买 你就注意了嘛 那像这种的呢 是主力很爱买 每天买 这主力迪化间的金主 很爱买 每天买 你就买就对了 那这个是投信法人 就买 很爱买 你就买 业绩好 大家都在 这种的就是怎么样 这种的就是 我今天跟你讲了 我们看就好 看就好 这种就看就好 好不好 我跟你讲的 就是说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分等级了 所以今天这三份资料 一份资料送给大家 两份资料送给大家 我知道 早上我也要买力望 陈老师 你早上有在说事情KY 所以最近事情KY比较弱 对不对 今天就变得比较强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变得比较强 那搞不好明天呢 会变成很难讲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 小英的最爱 其实我讲的 知道我有这样的意思吗 小英的最爱 所以在最近的操作过程当中 你要记住了 台湾现在的股票 完全是绕着蔡小英在走 台积电不是吗 对不对 中共一支的 飞机一支的在那边恫吓我们 可是你看中国的股票 一直在跌 那我们一直在涨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懂意思吗 那中国一直在恫吓 恭贺我们 恫吓我们 一支飞机来侵扰我们 然后又有个说什么 国务资金要来台湾 你看为什么台积电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眉眉咖咖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小英的最爱 你在最近买股票 为什么台积电能涨 联电能涨 还有四星KY能涨 还有力望能涨 还有大绝光能涨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为什么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都要注意到这个 所以陈老师今天就跟大家讲 这要很注意 你知道意思吗 那这支股票 我就告诉你 当大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注意小型股票了 好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小型股票 应该是在近期来说算是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 可能以后会追上日词也不一定 好不好 那今天三份资料送给大家 赶快来索取 希望大家探大钱 好不好 我们下个机会再回来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投资的制胜关键 85113366 全球财经台APP 直播选播随点随看 财经资讯一手掌握 搭乘捷运照看不悟 改变收拾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所以在整个的最近的这个行情里面 就是说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有些是基本面 有些技术面 有些是经济面 但很重要 有一些是政治面 政治面你懂一种 尤其是台湾 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政治面 股票不只是技术面 基本面的问题 你懂我这样讲你懂吗 我这样讲你懂不懂 所以你看这台股 你看 最近是不是一直上 你看这个大陆的 大陆中国 一直下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陈老师接下来台湾是不是要搞独立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台湾要不要搞独立 我常常跟人家讲 台湾一定叫台湾好了 你叫中华民国不担心 不是说我今天是我的民进党 台湾 为什么 你看台 你看这个 你看为什么叫郭台铭台积电 嘴巴那么大 你们看到 吃吃不下 你看这湾有三点水 对不对 中华民国 没有一个字好的 中华民国四个字 没有一个字好 你看这台湾多好 你看这个 郭台铭买一个大嘴巴 台积电买个 大嘴巴吃不完 台湾三点水又是水 台湾当然会赚钱 中华民国怎么会赚钱 我是这样字呢 我不是蓝的 我不是绿的 我讲是真话 好不好 所以最近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种股票 好不好 四星K 我就跟你讲会涨 真的啊 所以今年行情很好的 你不要错过了 力旺 力拔三合 这个股本很小 很好 所以说这个以后都要注意 好不好 我陈老师跟你讲 你要注意就注意 陈老师啊 我还不想买 不想买就没办法 今年行情很好 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些标的 一个一个一个的标的 都要很注意 要慢慢注意 而且我个人认为都很有机会 好不好 那今天呢 三分之要送给大家 那明天呢 大家安心奔驰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认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后疫情时代 掌握时代的脉动 洞悉市场超盘手法 您才能掌握先机初级制胜 188专案 让您一次拥有双重的服务 创造无限的获利 超盘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是